先半小時,然後歡迎Piago請來 大家好,我是導廖 然後之前上一次去了那個SeaTown 講了那個Rex的Exchange 然後這次來台灣也是一國三者 然後因為前段時間有那個 大陸這邊單方面取消了那個台灣的自由行簽證 然後還得從日本繞過來 然後差點還沒入關 Whatever,但總算出來了 那這邊呢就是說 嗯,在Town上有一個段子 然後說的是,有一天我跟我的老婆 然後在臥室裡聊天 然後她說,扎手伯爐正在切頂我們 然後她不相信她就笑了 然後我也笑了 然後Alice也笑了,Siri也笑了 但不得其是真的 因為當時有一個Alice Creepy Love 大家可以在Google上搜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很有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最近正在播放的最後一季的那個小馬寶利 在第五季裡面呢,她第一季裡面出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復興的反派 叫做《星光意義》 大家還記得《星光意義》當時做了一件什麼事嗎 她建立了一個叫做Ecrayland 平等共和國 然後在這個共和國裡面呢,大家所有的小馬都有同樣的2T馬 然後呢,大家都看起來非常開心 但是大家知道這個其實只是表現 後來那個目光閃閃一新過去之後呢 他們就在一個小屋子裡面 然後跟她說,你們每個都有什麼能力 然後叫你不要去成星光意義說這件事 結果後來呢,這件事情就敗露了 對,那這件事情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在,我們沒有辦法 建立了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 在沒有privacy的情況下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在 你想的一些事情 小生說的一些事情 都無時無刻不在這種大範 大規模的監控之下 你也就沒有辦法達成自由 那這種事情呢,我們生活在大陸的我們 其實就每天生活在這樣子的現實之下 這個問題是我的微博的 隨便抓取的一頁 那,第一個應該是 我本來也沒認識 他就隨便轉了一頁狀態 然後呢,你想去看這個狀態是什麼 這個時候你已經看不到了 因為他已經被刪了,對吧 那第二個呢,第二個呢 他評論了一個人民日報社的一個文章 應該最近,或許跟相場一定有關 他評論完呢,他也被刪了 他也沒辦法知道截圖 截圖呢,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刪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AI效果那麼有趣 那這個呢,是我最近一個朋友 他最近在群裡面轉了一個 三場撞開了一個海報 就會號召大家去天安門集會 去支持政府,去支持三場警察 對,那這個海報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他轉了這個海報之後呢 首先,在這個群裡面大家是看不見這個海報的 但是他不知道那件事情 他看起來還是正常的 但是,所有在外面的人 就像那個殺夜之歌一樣,對吧 大家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呢,這第一天 第二天呢,等那個審核人員起床了之後 然後這個賬號呢,就被封了 我再找他,他就說這個賬號 登陸一場,限制登陸 不僅他的賬號被封了 他所有轉的這個海報的微信群也被封了 就被解散了,就像一個炸彈一樣 大家如果有些看哪個群,你不想他好 你就轉一個這樣的海報 讓他同歸於盡頭 所以這就是現實中 我們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 對,那我們回歸到93年 那當時有一篇叫Cryptophone的宣言 那他這個世界的第一行說的是什麼呢 他說Privacy is necessary 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沒有Privacy的社會 他會去實現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那應該明天晚上還有 香港的Mentus 他們應該會在台灣這邊有一個meet hub 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加 好,那當然說這個Privacy的問題 其實並不僅僅只是在大陸 我相信在各個西方的國家,任何地方 大家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相關的問題 那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2009年的時候有一篇採訪 然後採訪當時是Google CEO Eric 然後他就說 你在現在的這個世代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實現真正的Privacy 你要想什麼東西 不要讓別人知道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根本就不去做電視 那這想起來是不是很可怕 然後就想起了1984的預言 對 那現實的情況呢 就是說 這是我們過去的web2的business model 那大家看我張鏈嘛 鏈金術士的基礎就是等價交換 那用戶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放棄 我們的隱私 過去便利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是去年 而前年 那個百度的CEO李彥虹說的 但是他說完這句話之後 在晚上就被很多人罵 但其實這句話沒問題 本身就沒有問題 他最近好像還比較倒霉 在AI大會的時候被網友泡水 然後 那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去免費的使用之前互聯網的產品 他們給你提供了服務 那相對應的 你也要犧牲一些代價 那這些代價是什麼呢 其實上就是你的數據和隱私 基本上 絕大多數的互聯網公司 他們的business model 就是通過這種方式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用戶實際上他失去了什麼呢 他第一他失去了自由遷旗的權利 那比如說我想 我用了一個APP 那 比如說 我用微信 那 我覺得微信設計得很傻逼 他又不能保存我的聊天記錄 然後我還 發一張圖就被封了 對不對 就很奇怪 但是呢 你會發現 你像是有藥物成癮一樣 你不得不去依賴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的朋友圈也好 你的關係也好 甚至你的工作 都建立在微信的基礎之上 之前有一篇 那個 New York Times的一個記者 他說他想去採訪 採訪一些 中國人 他發現他沒有微信 他甚至連採訪都採訪不了 然後呢 他採訪了一個 宣稱自己 堅決抵制 不使用微信的人 然後再採訪了這篇文 文章寫完 兩個月之後 他發現那個人 不得不屈從 也開始使用微信了 對 變得很著名的一個稿子 那第二篇文 就是我們喪失了自由選擇 和閱讀的權利 但是這個其實是有爭議的 那這個其實在Facebook裡面 比如說每年走從大學的時候 和這樣的情況 其實那種可見的同文層之間的差異 其實非常明顯 大家互相之間都在說自己的事情 但是好像圈層之間 就沒有這種交流和溝通 那現在的算法推薦 和這種奇怪的假新聞 就加制了這一現象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大數據殺手 還有價值歧視 那這個如果大家在國內 用過一些奇怪的打車軟件的話 會體會比較深 比如說 你每天要下班嗎 你要打 一定回家 然後他算法就知道 你每天明確定得打車回家 對吧 那他就做點小手腳 比如說把那個時段的價值 幫你抬招招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也得回家 這樣就莫名其妙的 就很慘的 但你也不知道 那第四件事情就是 數據丟失 或者說互聯網 這個事情其實非常 哪怕是推特 它其實只能保存你 最近的三千三百多條信息 後面呢 它雖然有存 但你是檢索不到的 那你用一些國內的 其外的互聯網產品 你可能用著用著 你發現你前面的數據沒了 比如說很多以前我的朋友 他都使用一些百度博客 這個故事不太慘 我也說 反正大家都是用百度博客寫一些網址 兩年之後呢 百度博客他們說我們要關了 然後 大家六個月的時間可以去遷徙 對吧 給你開放一個關口 然後大家這些人呢 就去遷徙到了網易博客 網易博客說好 我們歡迎你 然後 又兩年之後 網易博客也關了 然後大家沒有地方遷徙了 並且之前的 那種 互動的圈子也被破壞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現狀 前段時間還發生過 像是百度貼吧 它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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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之前的狀態 所有的狀態都不可見 你在網上去查 如果查不到 那這個其實對用戶來說 其實是非常大的損失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Google Clouds 對 就說他自己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那 其實 好像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看Google都這麼做 第五的事情就是數據執行權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數據現在正在被如何使用 被如何洩漏 洩漏到什麼地方去 可能大家莫名其妙都會收到一些手機 我現在手機已經不敢用了 因為只要我開了手機 我就幾乎全部都是這種騷擾電話 那這個是一個今年3月份非常著名的一個例子 有一個推特商的一個黑客 他說他找到了微信的一個MondoDB的漏洞 然後大家可以通過這個MondoDB的接口 可以公開的訪問到很多人的聊天記錄 還有這種這樣子的隱私信息 但是這個人他不懂中文 所以他又share了一部分信息出來 希望大家告訴他這部分信息到底在說什麼 那這件事情的影響非常惡劣 基本上有相當超過於10億的微信用戶 包括3億的這樣的數據受到的影響 那類似的情況其實多年來屢見不鮮 第一個就是大家非常著名的劍橋分析 那大約有8000萬人次受到的影響 並且直接影響了16年的國總統大選 現在還有很多人恨臉書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Equifax的數據洩漏時間 那在北美大約超過1000萬用戶受到影響 那很多用戶他們的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 包括SSN的家庭住址 甚至信用卡信息都被洩漏了出去 所以大家我前段時間上Polygen 然後他會告訴我說 你的密碼正在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下 然後他讓我去 還有Bipax也提供這樣的功能 然後我點進去一看 發現居然是Bitcoincard上我的密碼洩漏了 那第三件事就是剛才說的那個今年的微信數據洩漏事件 那其實早在17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互聯網的發明人Tim Berlis 他幾乎每年都會寫在互聯網誕生的這一天 他會寫一篇文章去敘述現在的互聯網正在受到威脅 然後我們應該用這種這樣的辦法去對抗它 但每個人他提供的解決方案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我們就列舉一下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那這是FromFlag的大宗司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結成了一個聯盟 做了一個叫做Data Transfer Project這樣的一個項目 那他參與這個項目的有微軟 微軟、Google、Twitter還有誰來著 然後他們互相之間的數據也可以打包成一個叫做Data Capsule的一個東西 然後還可以在你覺得你的用戶在這家服務用得不爽 所以我不想用Apple的照片了就打 我就把這句打包帶走然後遷移到別的地方 那這下面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4個合作和Bab 那這個就是自頂下下的一些感覚的實驗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了現在目前有4個這方面的嘗試 那我這邊一個人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是像陶約明一樣採集動力下的 揮去來襲 那我就離開現在所有這些不安全的平台 那社交生活倒退的N年 然後使用這種Gator的工具 來保證我的隱私和安全 其中比較著名的一些例子 比如說有一些Bitcoin的Code核心開發人員 那他在之前就實踐了一段時間 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說他是怎麼 如何做到這樣一個 就在現實生活中只使用現金 因為認為現金是最Privacy的手段 那但是他遇到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是他沒有很大的影響力 我們從來沒有一款超過 DIU超過百萬以上的一個產品 並且能保持持續增長 他始終在一個非常小眾極措的圈子裡面流傳 第二就是政府會想方設法的對你進行污名化 他會認為你暗網實際上就是自首之路 實際上就是販賣槍吃大碼 然後很多這樣的人都被污名化 那污名化之後大家就不跟你玩 所以也很痛苦的一個選項 那第二就是我們前面說的那個改良 改良的話 那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control as liberty 那作為負債的控制 那可能你現在對於大眾市來說 你掌握的數據越多 實際上對你要負責的責任也越多 那這方面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歐盟的GDPI法案 那GDPI法案大概說了下面這四個東西 像是伊勒連的那個事件 那個扎克伯德也是那個月 單獨不非去歐洲去聽了他們的聽證會 那其中裡面就是說了首先 那些用戶它要有自由遷徙下載自己數據的權利 它還要有就是說我離開了你的系統之後 你必須要保證把我的數據刪乾淨 那第三個方面比如說是圖龍 比如說我們成立一家新的social network的公司 我們擁有全新的一個什麼什麼技能 但是很遺憾我們沒有開源 我們在獲得勝利之後一定不會怎麼怎麼樣的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不一定了 現在我們只能寄希望於Telegram 和據說明年一月份會上線的那個Telegram的open network 除此之外呢還有一些其他非常好的 像是Signal Signal它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所有的圓滿都是開源的 對 所以一般這種開源的項目會增加性能 那大家還有第四種方法 第四種方法就是最近一個韓國電影 比如說日本電影也上映了《機身寵物》 就是說你要利用現有的基礎設施 比如說現在已經建立了這些互聯網的大平台 那我可以依賴它 但是呢去改良它是極無害化 就相當於在這些平台上的數據勞工他們團結起來 使用加密武器進行罷工 那這個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然後今天會介紹其中的一個 那其實類似的ID很早以前就出現過 真的是16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款叫做 老司機編碼註手的一個創作插件 那它在幹嘛的呢 因為當時就已經有很大陸謀的 微博啊這些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審查 你看到發育狀態就被和諧了對吧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工作插件 那它非常閃 它只能用一些S64啊 摩拉斯電碼啊 還有什麼 這樣子的簡單的加密數 然後幫你 對你的狀態來進行加密 然後呢 你可以在Google插件上 檢測這些加密的內容 然後自動的幫你去進行解密 又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也非常有效 那除此之外呢 像國外也有人做了一些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叫做Parrate Party Barrate Party Barrate Playm也轉過這個狀態 對 然後呢它是一個瀏覽器插件 你裝完這個插件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種地方 像YouTube的評論 包括Facebook的臉書的狀態 都可以對你的這個狀態進行加密 那一個類似的產品 就是Massbook 他們最前段時間在台北這邊也做了兩場meet time 那它也是類似的ID 不過它用了更加高明的一些加密方法 那除此之外呢 包括在中國也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在微信裡提供這種加密聊天的產品 但是這個我沒有自己體驗過 Facebook好不好 那這些項目他們之間 除了密集之外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所有的這些項目 他們在Bithub上都有開源的 你可以去確認他們 到底是怎麼樣 對你的這個數據已經加密解密了 對吧 那他們 你都可以驗證它用了什麼樣的算法 那包括在Massbook上 你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頁單獨的叫 Essign like I'm not 你可以在這邊去安裝 它會告訴你它的整號工作的流程 其中用了哪些加密演算法 我們這個是初心像的 我就不去一一解釋 對 那我們知道 到期就可以對我們這個展開一些暢想 未來的社會 未來的這個數位生活變成什麼樣呢 那我們認為加密它實際上是數位時代的持槍拳 對 那這個是我們用來反抗這些互聯網公司 保證的一個有利的武器 對 所以 最近在那個 TravelComp 就是 以太坊上的一個開發套件 他們辦了一個 Metup 然後 Eatcoin的創始人 就做了一個 分享了一個 Web3 Business Model的演講 還要介紹你如何在Web3 時代去 構建一個 可以持續的一個商業模式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這樣就是 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你要在 寄生這些巨頭的互聯網產品的基礎上 然後呢 還要創造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然後使得最終這些巨頭 不得不去接受這種事情 然後願意為你的用戶買單 並且不會 去侵賴用戶的權益 那這方面的理論 一些研究基礎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本書 叫做基金市場 它最近的那個簡體中文版 也有在 也有發射 然後 他們上個月應該也是在 台北 拜過兩次 Meetam 那在基金市場裡面 它提供了五條實例 他們希望 藉助一些非常 激進的一些改良的方案 去 重新定義市場 然後來解決 我們社會生活中 出現的一些問題 那其中有一個 就是這個 Data Market 原來它做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它認為 互聯網公司 目前正在免費地 從用戶 這邊獲取低質量的數據 那我們就 既然本海上都不得好好接受 那我們就說 允許他們有償的去詢問我們 讓我們 從我們這邊拿到更好的數據 這樣子的話 他們也可以獲得一些 更高質量的值得數據 讓用戶和公司都可以設立 從而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和解 那還有一個類似的 裡面的一個實例叫做 公共有值增進稅 就是說 我可以商品的擁有者去匯報我 自己有優惠的某個產品的價值 然後呢 我定期去根據我的這個報價去交稅 這個數據呢 它不一定是交給某個政府 或者是一個互聯網平台提供商 而是丟到一個池子裡 所有的那些用戶都可以去分享這個數據 就像最近美國大學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那個Android Young 他提出的那個UBI的概念是一樣的 對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Data Markets 用這樣的方法去進行設計 然後呢 從來創造出一些 能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那 我們在這邊 除了上面提到的Mustle這些實作之外 我們也有一些其他的嘗試 比如說這個叫做 名字為賞 就是聖能風照版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們最近在嘗試一個東西 那他就是說 我也是寄生在每一個網頁上 然後用戶可以在他發的那些文章的後面 去掛一個這樣子的短照牌 而且這些短照牌能利用前面說的這種 對 那通過這種方法 正是我們上面的一些客戶 他們在抓的一些實際的短照牌 那通過這種方法 就是讓業務部員可以通過自己的數據 數據勞工 通過他們的自己的數據 供給價值 從而避免被過多的依賴這些平台方式提供的這些服務 那最後就是說 技術它其實有句話是說 技術你一定要被用來去給予個體與自由 那作為一個工程師 我們我們不能像 像相 발생這樣去參與先加的街頭運動 並且我們也不知道那樣子 之後會不會把這個世界引下到什麼方向 連說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案 通過一些技術的手段,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的正常。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請問大家有問題。 我們還有七分鐘可以問答,有人嗎? 我想從Historical Aspect的角度來看,以Erin Sorkin來講,他的習生,模特技術上來講,促進了整個論文界那邊的paywall的一個被測備, 就像The Use Data系統已經開始在反抗這些大的主板商,那在一些其他的領域,像我認受此領域,雖然沒有這樣的一個敵人存在, 也是花了一些時間,然後來讓現有的那些競得利益的,或者是現有的大企業,接受我們公分中的概念。 那請問在你私領域,知道你在這方面覺得我們會不會有一個brain-through,能夠讓大家開始,身體力型的結構,這樣新的,你剛才說,NRSN,日常Market的一個方式, 還是我們只能靠慢慢的教育,來讓大家了解這些事情,然後才去對抗像NRSN,日常,這樣的一個發展? 還有像是密碼學,Open Source,其實最近也是一個類似的歷史,包括我們今天所用的這些, 剛才上面說的那些產品裡面用到的那些加密技術,其實最初都是在美國軍方的嚴格的軍火管控之下, 但是很多美國的學者和教授,他們冒著自己的學術生涯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狀態下,然後去把這些武器交給了我們,對 所以,但我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像在太原領域,大家最近到你們關注了一個新聞,就是有一些伊朗的GitHub的一些使用者,他們就被GitHub給封殺了, 其實他們也沒做什麼事情,他們可能跟我們也沒有什麼區別,但這樣就當然感覺到這個Open Source是不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就有一種方法,你其實也可以把你的Open Source的專案去進行加密,那這樣就把一個Public的一個檔案, 編成一個Private的一個檔案,然後你可以在小圈子裡面去傳播,這樣其實也沒有人知道你們這些,但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事實上應該已經有人在開發這樣的插件了,就我了解,那你如何把這樣子的一種,就是加密和數據保護的這樣一種精神和理念, 推廣到更廣大的民眾這邊,我認為是說,一定要有兩個條件,也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新的價值,或者是說你可以把過去的某一些價值進行重新分配, 對,你要讓大家覺得,事實上這些互聯網大公司巨頭,他們侵佔了你原本屬於你的一些利益, 因為你實際上我覺得作為一個工程師的角度,你要做的事情是把這個部分的價值提取出來, 然後把它share給更多的user,讓他們能夠從中獲利,這樣他們自然而然的就會migrate過來,我覺得邏輯應該是這樣。 好,有其他問題嗎? 想請問一下,你一開始貼的那個7punk manifesto,是哪一個版本? 是哪一個7punk? 你說是哪一個東西? 就是你貼的那個7punk manifesto,是哪一個版本? 它好像一直有在改版的樣子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7punk manifesto,是這個東西對吧? 呃,就是那個,Google第一個的版本 對,我的那個slide裡面都有他們原版的鏈接,你可以點過去 哦,好,好 它其實好像是有兩個遊戲的原版,一個是7punk manifesto,還有一個是Crypto, 然後安耐其主義的manifesto,然後還有其他的,但我都有註明出處啦,對。 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那我剛剛補充一下,剛才第一個問題嘛,就,呃,就為什麼我們在做完這個加密了之後,我們做第二個方向就是說,我做廣告嘛,因為我們也希望是說,讓用戶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數據,然後發現他們自己的一些利益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更容易讓他們接受這種方式? 包括,你更加容易把這些利益集合起來,然後去進行發動嘛,這也是一個我們嘗試的一個方向。 呃,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那我們這個一層就提到兩個東西說,好,謝謝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